首先非常多謝大學元先生來到香港 我們是玩具TV和DMS物壯節 非常多謝大學元先生來到香港和我的粉絲見面 作為一個老師的忠訓 都想有些問題想帶粉絲和大學元先生問一問 其實就著我相信大學元先生這麼多年的創作生涯裏面 其實除了高達之外 會不會說有些什麼作品或者機體會對於他的印造比較深刻些呢? 先生,你覺得《Gandam》以外 在其他作品上有什麼期待工具? 有什麼印象深刻? 為什麼? 我最喜歡的是《Time Vocan》 《Time Vocan》 《Time Vocan》 這是全然 《Time Vocan》 首先他最喜歡時空飛船系列的機器人 因為他說製作的過程是很開心的 而且很暢順的 沒有什麼阻礙的 也沒有什麼規評的 所以時空飛船系列是喜歡的 另外就是《Bottoms》 《Bottoms》 《Scrap Dog》 《Scrap Dog》 對,《Scrap Dog》 因為他自己覺得製作時比較自由 而且很適合他體質 真的嗎? 另外我相信有很多新進的機械設計師 都會對大學元先生一些機設做一些重新的設計 其實老師對於現在新一代的機械設計師有什麼看法或者感想? 我覺得ディテール在機械設計師 擔任其他細節的畫面 他覺得新進的機械設計師 他覺得 Umang裝模式 是非常喜歡細小的地方 sangat深深的地方 他就覺得應該要留意整體的美觀 或者整體的愛學 另外也想問多一點關於 譬如說就著老師的設計 會不會有哪些藝術對於老師的設計方面 有些看法 或者可不可以就著這方面分享 一人或二人 我為了設計的資料 就是海外的描写 或者是《Star Wars》 或者《Hollywood》的映画 也有多了 他從1972年從事這個事業開始 其實當時也沒有什麼機械設計師的職業 可能只有一兩個 所以他很難說有些特別的藝術可以給他靈感 但是他可能會有看到外國藝術的作品集 或者是《Hollywood》的電影 包括《Star Wars》 都會有很多靈感 另外我作為一個老師的粉絲 本身有三套我覺得都頗值得討論的動畫 一個一定是高達 另外就是《裝甲騎兵Wattoms》 以及《泰陽之牙》 其實老師可不可以在這三部作品裡 選一部自己最滿意創作 或者設計的機體 以及為什麼呢? 《DUNGAM》 《DUGS7》 《DUGS3》 《DUGS7》 《DUGS9》 其實它是9m的大小的設定 但也沒有大小的 反省為Bottoms Bottoms是我們想要做的 MECA 他說達卡拉姆的電影 其实它制作机械人的时候 它是由下面往上去画的 所以机械人的头就会显得比较小 它的设定是有9米高的 但是因为机械人的头是比较小 有9米高 就好像比较很大 所以它自己就反省了这一点 所以才会再制作Bottoms Bottoms的尺寸就是它自己最想做的尺寸 以及它的设定是它自己最想做的 然后那种口吐的Daglam 就是一段日子上的一段时间 那种姿势是在商品中没有做的 所以它是不错的 Bottoms是这个分割的尺寸 从初来设定了 它第一集在Dakkarathu那里 第一集有一個好像刪了獸,壞了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是很難做到一個商品出來,很難做到一個玩具出來 所以《版星歌》之後,《Ottumes》那片是可以分拆出來的 另外,我想就著現在很多動畫都有重啓 其實老師你自己會不會都想日星或者龍之之,有沒有哪一套你自己設計的作品都想重啓呢? 我自己的場合,沒有這樣的東西,新的作品都想要做,想要做,想要做 那些作品都想要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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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做 所以,過去的東西都想要做,想要做 是最興奮的時候,最想要繼續創新,去做新的東西 所以就沒有說想重啓哪一套以前的東西,盡量都不行 明白,或者最後想問一問老師,其實來到香港會不會有些說話 或者有些分享,跟我們香港的粉絲講一講 是啊,五年八戶ática연說什麼 所以,今回 sidoтор layered五堵庁 philosophy都說中 Ende小 mont� 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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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在 那首先他就說在那個展覽上有個九尾湖的機閒 那九尾湖的機閒人是完全沒有限制之下去設計製作的 那他就說日本那邊現在的機閒人的設計非常之多限制 那所以他都很難去說怎樣用自己的意思去設計 那希望香港的觀眾或者是粉絲 把他將他以前的作品作為一個種子 再將自己的idea 放進去開花結果 那就最好了 哦 厲害 搞笑給你 搞笑給我 因為小先生準備的問題有一點重複了 所以我不好意思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有沒有哪一個機設在老師的創作生涯裡面 經過過程是特別困難 是特別的憶心是特別痛苦的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很難過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就是指定的工作 所以在那些程序中 要加上的程序 是最大的 很難 還有 想法是 適当地做的 所以 他就說 他沒有說有任何困難 或者覺得辛苦 他自己做的時候都很開心 反而對於他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行程序 因為他有段時期 同一時間在製作四個動作 所以 可能轉了兩天就要搞定 一個動作的機設 或者設計 他由一顆螺絲開始設計 他不僅只有機械 他包括裡面的設定 或者裡面的風景 內構 都是他包辦的 所以變成最辛苦 其實是結束 另外一件事 既然講到創作的流程 想知道他通常 是怎樣去賣手 去處理一個設計 是否要先看故事 還是要跟劇作家 聊過 交流程序通常是怎樣 文章 読んだ段階 頭の中には 形ができているので それを出すだけなので 多分 形が固まるまで 一日 一日二日で終わると思うので だから本当に 職業として割り切っていないと そういうことはできないんですよね 確かにその 一日 また次の日 というと デザインをどんどんブラッシュアップして いいものにはなっていくんですけど それをやっていると 他の仕事ができないので 頭にあるものをそこに 書くだけです まずは 他の説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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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画 頭の中 考慮了 外観 一日二日 一日二日 他の説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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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二日 設計が更精細 更好 でも 一日二日 設計得更細細 他の説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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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二日 作業後 他の説明後 最後 今度は この説明後 今度は 教育に来る この説明後 この説明後 を知る 教育に何か この説明後 どんな説明後 この説明後 どんな説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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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か 願ってもないこと 私は これほど 大分の説明後 は思ってなかったし たまたま 50年 メカデザインの仕事を 続けてきた ということで 一緒の思い出になる ということと 今回私が作った 立体物 展示があって 結局どちらかというと 絵を描くよりは 私は ああいうものを作る方が 好きなんで その 立体が 作れるように デザインしているので なるべく その形として 嘘がつかないように ということは 実際に いろんなものを 作ってきた経験 というのが 多分 デザインの方にも 反映されるのかな と思っているので 今回の展覧会は その 立体物 私が作ったものも 展示されている という その なんていうか バランスというのは すごく よかった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ユーダー エンジェネー 完全にも思考 香港のこと そういう展覧が 大きな 大型の展覧 とても 他の好きな 展覧 除了平面型式 あの 製作的工具 特殊な 金属 玩具 やの器皿 これは非常好 整体の平衡 何か というと 就是因為他做機械人的設計時 雖然是平面的 但因為他自己是喜歡做立體的東西多一點 所以因為製作了立體的東西 才可以畫到平面 再在平面製作立體的東西出來 所以他覺得這個展覽是非常好的 明白 或者我補多一條問題 其實就著老師創作的機動戰士裏面 是哪一部你自己是最喜歡的 是為什麼的 老師最喜歡的作品是怎樣的作品 我最喜歡的作品是ScopeDog 就是人間和平衡 其實是平衡的 但在人間和平衡的大約4m 但是人間和平衡的作品是在 所以在居立體的東西 是在這裡的領域 那一部創造的 然後是在居立體的 作品封面製作的 然後是在居立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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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在居立體中 那一部創造的 所以現在一部創造的 是在居立體中 所以基本的 其實是居立體中 部分的部分都會改變 設計的混流都沒有改變 這是我認為是一種財產 Bottoms的粉絲也有很多人 他最喜歡的作品是Sculptop 為什麼呢? 因為Sculptop的比例是非常好 因為你看到他的動畫 有人永遠都在隔離 雖然是一個兵器 但不知道機械人的大小是多少 大約四米高 也看得到機械人的細節 可能是相機的位置 或者是避免的環境 他覺得很容易想像到機械人 如果真的做出來是怎樣的樣子 他覺得這個電影已經40年了 但他相信喜歡這套機械人的人 都是比較認真的人 而且是非常有價值的機械人 機械人的設計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怎樣改動過 主流都是這樣的樣子 所以他非常滿意這套機械人的設計 其實不只AT本身綜合劇冰那套 整套動畫我都很喜歡 在這裡都衷心多謝大學院老師 接受我們這次的訪問 還有都很希望 接下來有機會可以再次在香港見到大學院老師 還有最重要老師身體健康的 最後に本当にインタビュー受けていただいて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また香港でお会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そして体の健康にも注意しつつ また香港にいら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三福龍師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